你现在在说听的是日本大特搜 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 我是Kids研究生 今天是2023年令和五年的 5月30号星期二 东京最近真的是上个礼拜 我才称赞他说好像要进入夏天了 结果马上就开始下起大雨来 听说现在这个风跟雨 是从台湾那边慢慢飘过来的台风 大概扣掉北海道之外 现在整个日本应该包括冲绳吧 那当然东京现在是下着大雨 其实已经连续两个礼拜 我跟阿炮聊了露营用品 不知道大家听了觉得怎么样 我第二集出来的时候 收到了非常多IG的简讯 问我说阿炮的IG在哪里 大家都很想要跟着买一下 看看日本现在的露营 到底要买哪些牌子 不过因为我去看过阿炮的军火库 就是整个所有的展示柜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我觉得能够把一个露营用品 研究到这种程度 应该算是一个某种程度的专家了吧 第一集我们来聊入门 如果只是想要试试水温的话 或许第一集的入门的一些品牌 就可以解决大家的烦恼 那第二集就聊一些日本的品牌 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品牌 那今天这一集呢 其实真的算是更精洁啦 阿炮说啊 这个叫做所谓的车库品牌 不是你想要买就买得到 可能还要用抽的 而且呢 它里面很多东西啊 有一点点像是配件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神奇的事情是呢 一般我们都在想说 比方说你买一个iPhone 然后iPhone有一个配件 那iPhone的配件呢 应该无论如何都不会比iPhone本人还要贵才是 但是在露营产品里面 这个所谓的车库品牌 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 好啦 我们今天要跟阿炮来继续聊 这个算是日本的露营品牌 最后一集啦 第三集 聊到非常非常进阶的车库品牌 哦对了 我会把阿炮的IG呢 放在我这一集节目底下的连结 如果你听完这集节目之后呢 想要看看阿炮到底在过什么样子的生活 可以去追踪他的IG 好我们今天就来聊日本的露营品牌 超级进阶版 我们今天又要继续来聊露营 我们欢迎阿炮 哈喽大家好 我又来了 阿炮你这样子研究露营研究这么久 有没有觉得现在整个人 好像虽然在室内 然后平常在上班 然后都觉得自己好像在户外 我现在觉得我好可怕 我每次去露营 我经过一个账 我就开始标价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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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 这样子 哦这个这个这个 哦这个很懂 很懂这样子 我懂你意思 我之前有一阵子在看日本房地产 就是一个礼拜 我去看了大概 七十几间房子吧 然后看完之后 我真的是走到哪里 或者是说网路上再看到一个房子 我马上瞬间觉得 哦这房子大概多少钱 对不对 会会会会 你可以理解那个感觉 会因为你大概已经 大概都抓到说 在哪一个区域 然后哪一家公司盖的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规格 多少年 大概会是多少钱的东西 对 对 只是我在看房子 你在看 我是看户外的 户外的房子 另外一种房子 对 我们前两集聊的 其实到了那个 你说那个运动品牌 outdoor 我都已经觉得很高阶了 但是你知道各位听众 阿宝跟我讲说 那个没算什么 对 因为现在所谓的 真的是玩家级 要玩到一个程度 我们之前有讲过 带那个职栽 那个已经是另外一个次元 不在这个讨论范围之内 但是基本上就是 真的是玩家级 他们要追求的东西 不是 就是不容易买得到 不是你去店里 你就买得到 这种是比较多的 所以要去哪里 才买得到呢 呃 倒也不是说 全部东西都买不到 我们先稍微讲一下 通常我们要找的这种东西 他们就是所谓的车库品牌 车库品牌 为什么叫车库啊 他们就是好像听说 是模仿那个 Apple的创业 你说贾博士 贾博士在车库创业 就是等于是 你原本是做兴趣的 然后人数很少 然后因为没有什么钱 所以从车库开始创业 然后先做了几样商品 然后开始慢慢的 在扩充你的产品线嘛 然后把他这个品牌做起来 所以这些品牌 基本上他们都会有几个前提 大部分会是日本制 对 然后再来是产量少 因为他们就是可能 就所谓车库品牌没有钱 所以他们先从小量开始做 对 然后再来是比较特别的一点是 他们不会去做 你想象中录影的那个东西 什么叫做想象中录影的东西 就是你所谓的帐篷桌 桌子椅子是比较有啦 但是他不会去买帐篷 不会去卖这种 比较所谓你知道露营要有的东西 他比较卖的东西是 他里面 例如说Snowpeak出了一款 他叫做那个 就是一个 算是铝制的置物柜吗 可以对折 啪啪这样子 可以对折的 然后他们其实也不是说 他就是要你先去买Snowpeak那个柜子 然后他再DIY东西上去 然后DIY上去 然后DIY什么 DIY他的把手 DIY他的那个脚架 就是因为他是放在地上的 那有些人不喜欢 他会换那个脚 等一下你是说 DIY那些东西 纯粹只是为了好看吗 呃就是自己的风格 所以甩说玩家 他们追求的东西 那所有人都Snowpeak 就只是让你觉得 你是爆发户吗 不是 不是这样说的 不是这样说的 就是变成说你 大家就是一个颜色 你没有什么自己的风格 所以当你 就是就算我用Snowpeak 我也想跟别人不一样 好 那我就需要车库品牌 所以车库品牌 基本上他们就会是 有点像是改装车的概念 有点像是改装车概念 然后他们改最多的就是Snowpeak 呃大概 其实最多真的是Snowpeak 硬要讲话 哇 为什么 或是Uniflame的一些 呃什么点火枪啊 这种小东西 那这样子 我是不是应该多买一些Snowpeak 才有机会再进阶到车库品牌 但是我跟你说 呃基本上你去买那个原本那个东西 都是最便宜的 接下来要改装的 所有的东西 都会比你买来的那个东西还要贵 哦哦哦哦哦 你说Snowpeak的那一个 比方说一个柜子 我已经觉得它很贵了 但是那个柜子旁边的把手 比柜子本身还贵 把手是没有到柜子那么贵 但是也是柜子的半价 哈哈哈哈 哦 我说的是原价哦 OKOK 如果是那个 就是有一些 等于是你原价买不到 你必须要加一点钱买的时候 它就是会 可能是差不多的价钱 或是 只比那个柜子便宜一点 然后脚是 一个 一个柜子做的价钱 而且因为你知道Snowpeak 可能打折 打到八折七折都有可能 嗯 但你讲的那个车库品牌的把手 可能就 没有打折 没有打折的 对所以基本上你要改一支 就是一个柜子 大部分 嗯 几万啊 至少是五万日币起跳嘛 你真的要认真改的话 天哪好可怕哦 但是那个柜子可能本身是一万 你现在好像是一万二 一万三吧 对 对 真的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事情 uniform有出一支点火枪 它点火枪 大家会去改那个 点火出来的那个棒 那一管子的地方吗 还有下面 握它的把手的地方 改成自己的风格 然后那个东西都会比 大概是两支那个枪的钱吧 就是有各种 然后或是桌子 因为像Snowpeak有出一个系统 叫做IGT系统 它就是有一单位 然后有很多炉火啊 然后可以拼一些板子 然后就是车库品牌 就会去出那个 0.5单位的板子 或是一单位的板子 跟他们有一个叫做Futatobana 就是瓦斯炉吗 瓶口炉的感觉 是可以架 刚好框进那个桌子里的 然后它上面是会有一个 算是 他们日本叫 日文叫武德 就是火上面要 让你可以放锅子 放东西的一个架子 OK 那个架子也是会有很多车库品牌 出他们的模样 所以说你如果说去看到 隔壁的帐篷里面 隔壁棚 然后他们在使用一个 Snowpeak的火炉 然后你就会去盯着 看那个火炉上面是 真的是Snowpeak的东西 还是有在家车库品牌的 配件在上面 我就会如果看 喔这个行家 然后跟桌子 他们会放个桌子 基本上到玩家集 他就不会去买 Snowpeak自己本身出的那个桌子 他就会去买一个 可以装一单位的物资的桌子 哇塞 对 所以下次如果大家说 哇这个人好有钱 都在买Snowpeak的露营用品 然后你就说 没有没有 我先来检查一下 是不是里面 有被换东西 然后再来是 这是一种 我刚所谓的这种Snowpeak 买这些东西来改 另外一种就是 其实蛮花钱的是灯 就是竹灯啊 就是所谓你常看到那些 他的本身他都很便宜 那竹灯其实最贵 是他的那个玻璃罩 他玻璃罩 如果是有几个 比较有名的品牌的话 就会 大概是可以买好几个灯 你说买一个灯来 然后并没有要使用那个灯 而是你把那个灯外面 再做一个 不是应该就是说 做一个衣服的概念 他本身会有一个 竹灯会有个玻璃罩 对 那个就是 日文就是RJK9 就是很普通的一个灯 他就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罩 所以很多人会把那个玻璃罩 换成有颜色的 或是或 他有那个凹凸的 起伏的 有波浪的 或是有颜 就不同两种颜色 混杂的这种 什么都有的样子 那你要去买那个灯 然后再加上他 口 要酸紧 那个放油的地方的那个 我们所谓的扭 像扭扣的感觉吗 那个扣子也是可以去买 所谓黄铜做的啊 那个扣子 大概就是一个灯的圈 这真的是有点 超乎我想象 因为你知道 我如果去买一些 电子的产品啊 然后有的时候 我不会用原厂的 我会去买副厂的 原因是因为副厂比较便宜 所以我就去买副厂的来用 但你现在这个概念是 我要去买副厂的原因 是因为原厂的长太丑了 对啊 就是 就改装车嘛 对啊 对啊 改装车 来来来 分享几个 你觉得 你有在看的牌子 应该说玩车库品牌 所有人几乎都知道 日本有个集团 你说车库集团 对车库集 车库品牌的集团 叫做M16 M16 对 然后他 等一下 M16是那个 一个M 像一个 麦当劳的M 命名小行星的 那个M的 那个M16的概念 我不知道他这M16 是 我没有非常认真去 知道他的由来是什么 但是基本上他就是 日本这一些 比较大的 知名的这种 车库品牌的品牌本身 或是说他不一定是品牌 他有时候是店 卖这些车库品牌的 很有名的 他们叫玄武店 玄武店他本身也会跟 这些品牌做联名商品 然后他也会是 这个M16的一份子 然后每次 不管是去哪一个展会 这种户外展 只要M16有出展 那一区就是要 早上就要来抽签的 对啊 你是说连逛都要抽签 逛都要抽签 因为你要抽你可不可以进场 然后进场的顺序 所以你如果前面的号码 你就可以买到东西 到后面可能就买不到了 对 像我们曾经 是你本人真的很爱搞这个 有去买过那种 就是我们大概早上6点就到了 就是觉得 我们还这么多前面 那个签都任我抽啊 应该抽得到啊 我抽的时候 50几号我就觉得 算了50几号 结果我老公一抽 他抽350号 我整个笑翻 我想说你7点来 你抽个350号 你现在不如回家睡觉 对对 50几号可以买到什么 50几号就还可以买到东西 可是想要的通常买不到 所以这个M16集团 有点像是 你要加入他 还要入会申请 要够格才有办法加入到 也没有够格 就是够勤劳 够勤劳 你就是要认真的去跑 这种场子 然后或是说 你去那些玄武店 他们其实玄武店 蛮特别是 他们都会经营 那个Instagram 然后他们会在 那个线洞上面 会说我们今天进了什么货 他们很多货是不会在店上买的 就是一定要去店里才可以买 所以你要看到他限动出 已经有货上 你就要马上飙车去那家店买 这个真的太夸张 你不是说都在新系吗 这些牌子 没有啊 没有啊 那车库品牌就没有 到处都有 他们就是日本全国都有 然后有些是在什么岛根啊 或是其实都有关系的也蛮多 像最近我个人还蛮在意的M16 他虽然不算是M16的品牌 可是他叫Wonkey Camp Wonkey Camp 他是出那个 怎么拼啊 W-A-N-T-K-E-Y Wonkey Camp OK 后面是Camp 他出的系列都是木头的 比较有质感的 刚刚说的那个 Snowpeak柜子上面的板子 他那块板子 就我觉得这真的有点扯 我也不会花那个钱去买 我现在目前还是希望 我可以抽得到他 他一块可能卖八万日币左右 八万多日币 我有听错吗 八万吗 因为他是 你去看你就知道为什么 他会指这个价钱 他是做的非常精细 他设计的很好 然后他有一块板 那个黑市价格 应该这种讲吗 就是所谓 大家因为抢不到 所以你要花高价买的话 我有一阵子 我觉得那价钱太够 他卖要三十万日币 三十万日币啊 对 你到底买了什么东西回家 那个我还没买到 OK 我很想要 然后他有出很多小的桌板 他们很多 因为日本很多是拍照的 所以他们会有脚架 脚架上面其实他是 会配一个小桌板 就可以当做一个小桌子用 你可以放咖啡啊什么的 或是放灯这样子 就很有气氛 所以大家也都会一直疯狂的买很多的桌板 在日本是不是很多人玩露营 就是比方说买一个很不错的品牌 或是梦寐以求的东西 然后可能用了几次之后就会转卖掉 这个市场是不是很大 也是有我觉得也是有 包括不敢说别人 我自己也是会喜心厌旧啊 我一开始不懂的时候买的那些东西 后来就觉得跟自己风格不对 或是颜色太跳 我觉得不适合我们现在的风格 我也会把它转卖掉 了解了解 对 哇所以M16 M16有什么比较特别有名代表性的牌子吗 它里面有几个牌子 像我刚刚说的把手 把手的话 它就是有一个叫做 阿西莫クラフツ 阿西莫クラフツ 阿西莫是也全部都写英文 它都写英文 就一个A 一个红色的mark 然后一个A这样子 这为什么这些牌子通通都写英文啊 明明都是日本品牌 没有一个人要写日文 然后还有 他们这里面有三个品牌 是算 M16虽然品牌很多 可是它有三个品牌 算是里面最热门的 然后另外叫 Old Mountain Old Mountain 就是老山 老山 旧的山 对 Old Mountain的东西 都是质感非常的好 然后 它每一样东西 也几乎是摆上去 就会卖光的那种 所以看到就不要想 看到就先买 好我等一下就来看 希望你买得到 因为基本上它的电商 永远都是受庆受庆受庆 这个很讨厌 你永远都买得到 因为我这集节目出去之后 这些店全部都被清空了 你还不用出去 就已经清空了 那个大家听听就听好玩了 也不用去查了 反正买不到 对 然后另外一个叫 那个 Neru Wax Neru Design Wax Neru Design Wax 它其实就是一个设计师 它叫 Neru桑 Neru桑 然后 投签都不知道要等多久 你也可以 它有一个叫做预约可以买的 你就是上它的电商网站 然后说你要预约 然后留下你的个人资料 但它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才会好 那留在那边的 据说所有的网友们的留言栏 大部分是等了一年到两年之间 已经就是你几乎要忘记你有订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就会跟你说你的货道 能不能讲一下是什么留言板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我都会去看那个 因为他们有很多评论会自己剪到YouTube上面 然后你就是看别人怎么讲 这样子 因为其实也某个程度 大家很多是看影片 才知道这些东西要去哪里买 跟看那个IG 每家店都有IG 所以在这里面的讯息 IG是比Twitter多的 对不对 Twitter的话是抽选情报的 那个速度比较快 就是大家会去那边看 但是IG是 只要追踪你喜欢的品牌 然后每天都去刷一下 大部分你还是有机会买得到的 我们现在在录音的当下 你会不会觉得很紧张 已经很久没有刷线洞了 突然跑个东西出来 我最近已经觉得 我好像买得差不多 我不应该再继续放下去了 你也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不是只有旁边的人这么觉得 就觉得东西已经要放不下了 有点害怕 对啊 录音东西都很大 你有看到 就是我们还有一个 也是算是改装 它虽然不是MCO 但MCO也有出 我们有一个卡米特仪 一个美国的遗志 然后卡米特仪有出 非常非常多的配件 然后它的椅布啊 什么日本那M16的品牌 就有特别做 对 然后那个椅子也是 一改起来 就是应该也是 很贵 比你叫沙发贵吧 IKEA的 不会多贵 对 克米特仪要改起来 也是会很贵 因为它本来就会在涨价 我前一阵子啊 就是我在 处理家里的阳台 因为我想说到了春天了 让那边感觉放个 一桌凉椅 可以坐在那边 稍微喝个咖啡 看个景色这样子 然后我就开始想说 好那我去买个 露营的桌椅来用 我就发现很多露营的用品 可能比我真正的 家里面客厅的还要贵 对啊 所以后来现在很多人 其实反正都是 因为其实很多露营的道具 已经精致到 你觉得它是 Intelia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干脆家里 就直接放露营道具 当Intelia 就反正家里 是内装潢 全部都是露营的 都是可以是露营的 很多人像一个人住的 尤其是男生 他们很多 家里就不买家具了 就把露营的东西 回家摊来继续用 对 因为日本也很流行 那种就一个人出去露营 对 一个人solo的 族群非常的多 要改装你才会 改的 看你改的彻不彻底 就是 当你看到这个人 改的很彻底 你就知道 他真的是花了非常多钱 在这上面 对他就有深深的尊敬 因为尊敬 不但是 他找得到这么多东西 他买到了这件事情 你可以想象他要花多少的心力 就不只是 我有钱我就买得到 是他要花时间去收集 花时间去抽签 或是他要花两倍的钱去买 日本人收集东西 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小字收集卡牌 然后大字收集 就是车子的用品 或者是露营的用品 看这也是一个 很大的收集品 对 可是我不得不说 他虽然价格都比较高 但你仔细去看他的做工 包括像是木头的东西 你去买这种大量生产 他都会刮手 或是说他的木头用的不好 但是到车库品牌的话 你可以感觉到 他每一个都是手去磨过 他的那个光滑的程度 跟他可能已经帮你上过处理的 那个蜜蜡 或是什么的 已经是防水的 你可以感觉到 这是有职人的精神在里面 然后这种大量生产的东西 跟小量 然后很精选的东西的差异 还是不太一样 是不太一样的 你会觉得你愿意买单 也是因为你喜欢这样子的东西 OK 对 好了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 已经不知道算是哪一种境界了 我们第一天聊评价 然后上个礼拜 我们聊的是境界 对 比较专业一点 比较专业一点的 用品 那今天这个是有点算是 已经走火入魔 走火入魔等级 对 走火入魔等级的 其实你说需不需要都不需要 就是不用需要搞到这个程度啦 嗯 对 因为露营这件事情 本身也是一个不需要的事情嘛 说也是耶 所以整体来说 对 但是 我第一次找阿抛来聊的时候 真的是很随意的找他 就想说他那么喜欢露营来聊一聊 然后我真的开始顺着阿抛讲的东西 开始在研究露营之后 我真的有一种 哎 日本的露营场真的都做得很好耶 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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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露营场的感觉 跟台湾很不一样 那台湾当然本身没有那么大的露营场 我只要看到台湾有放冰箱 我就有点痘痘 但是我不是说放冰箱不好 其实放冰箱非常实在 但是他就是已经是人工 他破坏了你想要追求大自然的美感 那种想象 日本是比较原始的 对 但是他这个原始中间有质感 因为像我在美国看的那个露营场 或是美国有的那个露营的帐篷啊 真的就是又是另外一种类型 就很大 可是他不会做得那么细 嗯 然后 对那日本这边就是有一点点在追求那种 在海外 不是在海外 在外面住的感觉 对而且真的是他们都会有一些风景 是自然会融入在你这个环境之中 让你会觉得 你有可以体验一种非日常感吗 对 嗯 好的我们今天 应该没有更贵的东西要再继续聊了吧 呃没有了 我需要冷静 我需要冷静 我们看哪一天 如果那个阿胖忽然跟我讲说 诶Kiss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来聊那个 车步平台现在已经没什么了 我还有更厉害的东西的时候 我跟你讲真的要加下聊 要聊露营车 我不希望我走到那一条 OK 我们搞不好下个月阿胖就跟我聊露营车 也不一定 露营车可能我还要再 可能再捡一百份工 好的好的 那我们谢谢阿胖 我们这一集的日本大特殊 就到这边 喜欢这一节节目 别忘了帮忙一下五星好评 那么我们就明天见啰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